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比赛开始 这边的中国队是拿到了第一波的进攻球拳 昂贵了 明显的看出来咱们这个身体大一号 所以今年夏天我就是说 给我的一个绝肝感觉 就是中国球员对身体的训练越来越重视 然后和什么样对手打的时候 身体上都感觉已经不怎么吃亏了 甚至很多时候还能占拥 陈岳飞 南下的成功 这下拉得很硬啊 陈岳飞直接凿了对方的林德布姆一个啊 那些要位的时候 我们看应该是吹了芬兰队进攻幻规 现在呢是一共和中国队交手两支球队 这个突尼斯呢水平可以 这算是含金量比较高的一支 芬兰斯就是除了梅杰里基本上都来了 对 除了梅杰里失于赛的主力阵容 应该是这次来齐了 但是梅杰里这个周级比赛 除了打赛一般不打 一般不打 除了打到世界级别比赛或者飞警赛的决赛阶段 对 咱们这个打个亚运会啊 还和这个NBA斡旋了很长时间 主要是菲律宾那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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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来没错咱们不能参赛 就是 好球还是保持着很好的手感 而且这球其实传的稍稍低了一点 搞整回来之后还能投机 当然打亚运会呢 这个菲律宾那边是 就是他的一拨很主要的球员都进赛 对 残忍 所以克拉克森啊 就现在去加入了一支 这个非常残缺的阵容去打 就是相当于咱们往前数啊 往前数个 数个五年左右 CBA的弱队 CBA排名靠后的球队那种打法 请一个好外援 然后带着打 是吧 可惜了 余桃这个球的上抢我觉得还行 因为余桃呢 的确在后面线上有的时候会 这个动作有点偏大 但这个球的时机我觉得是没什么大问题的 但是被裁判抓的一个犯规 明天应该是鸿兰两队罕见的都会同时出战的一天 嗯 往底下 佛兰队的第一次得分 贾克拉 牛角位无球掩护 正面漂亮 这个战术跑得很清晰 没错 这是一个为无前量身打造的战术啊 过来之后呢 芬兰队的追身三分球 没有 芬兰队内线他们中锋已经换人了啊 对 开场的29号的 哇 是不是刚才已经两散 所以被换下了 嗯 现在是24号的 好球 周房给了胡敬秋 哦 这球被盖掉了 可惜了 胡敬秋啊 是脱手还是盖掉了 可能还是盖到了 嗯 犯规 这是吹了无前的阻挡犯规 嗯 没有卡住身位 可能也是没料到对方还能补回来这个球啊 看看这个球 啊 是盖的啊 应该就是这个贾克拉啊 一个配合的树 嗯 15的开场以后芬兰队是两次 嗯 准备飞 现在找周鹏的地位 不 周鹏呢 刚才也是必须要投了 啊 因为在禁区里面待的时间比较长 而过来之后呢 篮队这边没有退防啊 嗯 这个球没有利益时间退防 有点珠缠着跟对方去 在对方办场拼球拳啊 对 也像刚才那种 好球 好球 这球给的漂亮 这个球啊 因为芬兰队啊 防的非常大 所以呢 当吴前在做一个反跑的时候 篮下很空了啊 对 而且周鹏和任俊飞这个组合啊 嗯 在高位啊 它有高度 对 高位有高度 传球的穿透性非常强 是 这边落到低位 还是余德豪把球碰出了底线 一个球员啊 有伸高的时候 你还能有传球意识啊 其实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 对 因为你可以 可以洞查到场上这个每个位置的情况 然后还可以在高点完成出球 嗯 这么早呢 把吴前换下 是 换上胡明轩 吴前开场也还是拿到了五分球啊 犯规 应该是吹了任俊飞的一个犯规 对 其实从高度上来看 任俊飞能够很好的去干扰到对方的投篮 但是呢就是这个细节啊 处理的不好啊 就整个人的重心是靠前的 嗯 其实就是供货上没有收啊 对 没有控制 这这球啊 你手伸的很直 嗯 但是呢 你的躯干部位和对方有一个直接的对抗 就用这个躯干部位去挤撞对手 嗯 互联队场上的32号的这个霍普金斯啊 嗯 从名字和这个长相来看 应该就是一个混水球员啊 嗯 嗯 霍普金斯是在NVA的二级业校面说 嗯 对 其实欧洲很多这个 这个 就之前啊 嗯 觉得不是篮球强过 好有 嗯 说篷这球自己啊 没有想到说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出来了 有点 反正都有点犹豫 对 得亏是胡锦秋的欣赏篮板重新回来了啊 哎 胡锦秋 这个篮下的篮板球感觉如果能找出来的话呢 这个对于国家队的二次攻来说是一个好事 一个大帮小啊 看看胡锦秋能不能跟得住 对 还行啊 正面 激情跳投 就是芬兰队啊 很敢做动作 嗯 哎 呵 被球有点危险 哈哈 差点 周鵬突进去了 周鵬 好球 第一 任志飞也给他做了一个比较结实的掩护啊 哎 11比6 那边中国队呢是暂时领先着5分 一 第一阶比赛的第一次暂停啊 呃 蓝队的开局打的还是比较的顺利啊 其实啊就是无论是红还是蓝 因为咱之前看的比较多了 就这个比赛呢怎么着能够打的顺利呢 嗯 就是 少失误 对 昨天的红队之所以说在中间让人 突尼斯给追上 让人追回来了 嗯 一个是突尼斯保持着非常惊人的三分球命中率 是 外线投的很吓人 对 另外一个就是那段时间我们的失误比较多 对 今天开场以后呢 就是蓝队这边的失误 嗯 失误情况还是控制的不错 对 而且其实这支芬兰队给的这个尤其是外线的防守压力没有昨天突尼斯那么狠啊 嗯 所以呢如果能够把比赛的这个节奏掌握在自己手中 然后不要给一些简单的得分 其实应该说是能够掌握住主动的 对 其实我们说为什么说这个失误的时候容易打的不好啊 就是因为平时我们现在守阵地的时候啊 很多面对这些个球队我们不吃亏 嗯 打阵地他们得分不那么容易啊 所以其实你就别送他那些得分啊 其实你就能慢慢占据优势 对啊 所以呢这个 就是一上来保持着五分的领先啊 嗯 接下来呢这个杜峰指导 就是从杜峰指导的这个换人的风格来看啊 他是换人比较频繁的这个教练 是 所以看一下杜峰指导呢 就是在换完人之后 就是怎么着能够保证场上球的运动啊 非常好 对啊 二次兰包括可兰 可兰 马克马克 嗯 这样的话呢等于 呜呜这个球 这个球 这个球对方跑出了一个向南下的分跑 对 这个禁区保护不力啊 这个禁区保护不力啊 开场以后呢已经出现了两次这样的情况 嗯 嗯 阿尔斯兰要注意这球的保护啊 这个比赛对他来说呢 会是一个考验 对 而且啊 这段时间啊 和开局 嗯 不一样的是什么呢 是阿尔斯兰看这三分球啊 没有 和开局不一样的是啊 开局我场上有一个绝对的进攻强点 嗯 无前在 嗯 就是说我呢 我知道把球最终打到哪去 是 我知道给谁跑战术 但是这套这个阵容在进攻端啊 嗯 打到谁那去 这个还得通过队员在场上来体验 是 现在场上进攻最强的球员可能是胡静秋啊 但是呢 胡静秋呢 需要外线球员来调动来给球 嗯 这边小二上 嗯 李小旭换一下任俊飞 嗯 李小旭呢 在C比总决赛期间 表现的是相当的出色 没错 李小旭也是天生的篮板球怪物啊 对 嗅觉非常出色的球员 哎呀 但是李小旭啊 一眨眼不知道说 这已经是李小旭第六次参加四杯啊 啊 啊 对 就是那一批国家队啊 从邓华德开始带的那批国家队 好像李小旭这个位置还是非常的稳固 嗯 我记得当时两两大蓝板怪兽 是 一个丁锦飞 一个李小旭 尤其是在四杯这个比赛阶段的他的机会还是比较多的啊 对 手低手 你看这个进攻啊开展就比较困难了啊 刚才说的就是你这个阵容你打谁 对 这就是场上呃组织强点和进攻强点同时不带的时候呢 这个进攻的开展确实是会制色很多啊 嗯 原来的防守 好防守 哎呦 就犯规了 还行啊 打手犯规 本球这个球的位置基本方法是更大的 嗯 确实是打手上了 所以这个篮球呢 就是 虽然比赛存在着很多的意外性 但是这个篮球啊有很多是 是固定的 就是在场上的这拨人 嗯 就是你要打到哪去 嗯 吴贤回来了吧 打到哪去给谁创造机会 当然啊 如果五个点都是机会 嗯 都是强点 那你就是美国队 那可说呢 嗯 那美国队打比赛的时候 他也是说我打到哪个点去 就比如说第一个战术没跑成 嗯 把把球给安东尼啊 嗯 然后给杜兰特啊 哎对啊 嗯 咱们分别说了两代国家队 那 两代美国队的得分天王啊 对 那实在不行呢 安东尼和韦德挡差 一小旭四手都拿球 这边哎 跑虫了 嗯 五千 算得不错 那二次男的投篮还是有语啊 对 最后四秒 小二的抛头 好球 不错 也好趣啊 难难可贵的就是 这一次国家队啊 很临时的去招他进来啊 他的表现还能跟得上 然后呢 还能够立刻发挥作用 嗯 这一点还是真是挺让人钦佩的 没错 出进来了 嗯 也算是干扰到了 对 虽然没有直接封盖啊 但是还是完成了防守 嗯 你看这次进行配合 嗯 目前的给力小旭做掩护 阿尔斯兰转身到篮下 这球应该是先走步 先走步 走步 走步为例 嗯 脚底先没有扎住啊 哎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级别的比赛 对阿尔斯兰来说呢 会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啊 对 因为阿尔斯兰的体型 他的先天的这个 身体的这个 身体能力上在这个比赛里 确实是吃亏的 嗯 那你看下场是吧 和红明轩差不多高 对 呃 其实可能比红明轩还得稍微矮一点 红明轩抱的也是1米9 9 他就抱1米8多 1米8多 嗯 阿尔斯兰反正就一直是抱1米8多 对 这段时间啊 就是确实护框出现了一些问题 就对方的反跑和这个挡拆下顺 很轻易的能够杀到腹地 看看红明轩在场会不会好一些 嗯 看他麦克马卡一直没跑出机会 吴钱的机会 吴钱外线的出手 三分线外的犯规 嗯 这球 呃反正吹的稍微有点慢 是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 吴钱呢 现在跑的线路和国家队设计的战术啊 都已经是比较成熟了啊 对 而且确实也都已经出机会了 吴钱球的掩护 嗯 这球应该是反馈了 对 现在啊这个防守投篮人 你下肢的动作一定要交代清楚 对 刚那个球就是吴钱落地前呢 就相当于撞到了吴钱的腿上 对 我们看看吴钱今天的罚球 是不是还能够保持得住 二 这个动作呢 没有 那么坏 但是也容易导致能来受伤 嗯 昨天 乌尼斯有一个对孙明辉的方位 就挺坏 哎那就是比较坏 嗯 所以孙明辉呢也是 就是表现的比较激动 哎 可惜啊第三杂没进 哎呀没有能够三发三中啊 最近看吴钱罚球球 也是比较罕见的 对 吴晓旭呢确实也因为前年那些大伤啊 在速度上的损失是挺严重的 嗯 吴明轩 吴晓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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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时间没往底线转 这传球时机啊掌握得并不好 看低位 吴晓旭没有压动 对 注意时间了 三秒钟 胡金秋的强突 制造了芬兰队的犯规 这是胡金秋在场上的时候啊 你得有一个能突能分的后卫 去跟他做一个挡拆配合 或者说像任俊飞这样呢 我能够和他形成高低位 高低位 对 要不然就等于胡金秋跟着你在场上跑 折翻跑 然后呢看能抢篮板抢篮板 但是从这个身体条件来看 芬兰队这边呢虽然明显能看出来 比咱们智能很多 嗯 但是就是说也是身高很多 对 身高条件不差啊 而且呢我们也说了 他们年轻啊 年轻但是同样也意味着 在这个活力上是不差的啊 对 好两罚全中 今天到目前为止的罚球表现还是不错啊 对 因为整个夏天啊 国家队有很多的亮点 但是很多比赛的罚球呢 总还是让我们有点贪心 嗯 嗯 哦 这边分蓝队是传球出现了失误 嗯 德特曼 嗯 德特曼 德特曼现在也是生涯第二次的分联国家队 嗯 嗯 嗯 火 目前 甲东破改突破 抛投 可惜了 啊 达半球呢 胡锦丘也没有抢到 过来之后分蓝队前场三打三 嗯 对方还算及时啊 对 但这个球放出来了 哎呦 没劲是没劲啊 但是就今天南篮这边的这个货 今天南篮这边的这个禁区保护啊 确实做的不够好 没错 然后包括我们看这样的回合呀 就是这帮在NCA打球的孩子呀 这种嗯 山貌还是有点美式篮球的风格啊 对 这是一个 The block 嗯 追身大帽 当然 胡锦丘那球起的高度啊 也不太够 也不太够 因为前面是挂了这个身体接触 嗯 刚才完成这次封盖的是21号的古斯塔夫森啊 来自NCA的李世满大学 嗯 都是在美国的各种高校当中去就读深造的分担球员 对 这个李世满啊 嗯 我不知道现在教科书改没改啊 嗯 是当时我上高中的时候啊 难得的几个要默写的地名之一 你那会儿有没有 没有 没有没有 因为叫Richmond 所以翻成了李世满 是吧 我当时印象非常的深刻 45度挡拆 你看芬兰这边啊打的比较简单 是 没有太负担的展示 对 基本上呢挡拆发起 就是相对来说昨天突尼斯啊 嗯 就是你看也是外边投的球队呢 突尼斯打的战术就相对来说 哎 哎 这失误是什么意思 明轩这个球是觉得可兰迈克马坎会留在一个 离三分线比较远的位置接应 有看到 嗯 这个失误呢唯一的幸运之处就是对方没法起粉机啊 嗯 确实是一个不太好的失误 哎 掩护 强突 哦 小二这球是完全起跳 嗯 这小二就是仙大球说跳不过人家 嗯 41号的托皮亚斯帕尔米 同样呢这几个球员真是看着一点的照片在白啊 这是 对 交叉之后任聚飞往外弹 嗯 这球给的 好球 哎呦 给的慢了一点 少也慢了一点 少也慢了一点 嗯 这样的李小旭又获得了罚球的机会 嗯 嗯 可兰啊意识到了 但是球没有能够迅速摘出来啊 嗯 今天到现在为止一直没让大汉上了 嗯 包括李根也没上 哦李小旭两罚一中 嗯 第一节的最后一防 嗯 哎 几个到场边的球员回去了 嗯 最后三秒 机会没出来 哎 嗯 这能投了篮框也不容易 嗯 好那这样呢第一节比赛结束 什么状态啊 钓鱼 哈 钓鱼一般在屋里钓 对啊钓鱼这耳部的地儿不太对啊 不是这个饮料和止疼药啊也挺容易钓的 感觉你不能满地的全是这个呀 你一看就有其中有诈呀 也是 你放了好多这个情况 双高位 第二节上来呢 周鹏回来了 加周鹏 这边芬兰队是手了一个联防 比得好 突分 连续突分 哦呦任俊飞 这球不容易啊 过好球在补进 今天任俊飞打得不错啊 嗯 哎呦这个球手上是不是有点问题 哎呦呜呜任俊飞呀 哎呦里贼得是用了一个 髮球二传的地儿 对一个电枝小拖船 但这个手腕没什么大碍吧 哎呦哎呦 哎呀打的相当不错的任俊飞现在 до手上了 对 突分 看现在克兰队的三分球没有 有篮板球 这样的篮板球 位置没卡住 二抢一没抢过呀 就让人突进来了 没错 这段时间胡宁秋在活力上 有点被对方这个帕面给比下去了 换的人但是战术的发起 还在同一个位置上 李源宇给 外线周鹏的三分球 李源宇连续的点抢 没拿下来 李源宇这个位置不太好啊 下来之后呢 胡宁秋和李源宇分别给对方一个帽 是 但是球权还在富兰队这边外线的出手 南半球 富兰队这边啊 就是如果他的投篮稳定性再好一点的话 就现在有可能返超了 现在就返超了 是 外面呢至少有三个很好的三分球机会 没有投中 看一下周鹏外线的三分也没有 直接拔起来投了 嗯 嗯 嗯 篮板球被李源宇拼起来了 但是胡宁秋又挨了一个帽啊 哎 嗯 21号的球杨刚才也是应该第一节冒了 鸿军轩一个的 嗯 古斯塔夫森啊 古斯塔夫森的报名身高只有1米92 技术特点里边有一项是封盖 你看原来孙岳后卫特长封盖 比的好好球分的不错 中投 哎呦不进修 嗯 这边呢 这芬兰队的防守转换啊速度也比较快 嗯 哦 这球是先吹了中国队的犯规 是 先吹了于德豪组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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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脚 三分机会 你看这个 他这个 就投射不惊啊 外线的机会呢都不错 嗯 包括这次还没有 哦 这球好像出现了一个受伤的情况 应该是刚才跟于德豪有一个碰撞 嗯 你是作为欧洲球队来说 如果你这个外线籃不行啊 嗯 就就就很难理 几乎是没有办法生存 富兰队的35号赛法来 像这个欧洲几个比较强的队啊 嗯 德国队 就咱们印象之中啊 欧洲球队就没有篮不好 嗯 德国队就是相对来说算篮稍差 稍差的对 哎最好的一年能进了 嗯 世纪赛的前三位 像什么立陶宛啊 嗯 扫这个再扫一点什么南斯拉夫啊这种 对 嗯 南斯拉夫这个就是面无表情 一出手 一出手 刷的劲 连现在分开的所有队都准 那 那 对 早年间主要是法国意大利啊 嗯 还不靠现在这个篮球风格的时候 还都是就很多射手 对 李嘉东 对 打败中国队的时候 法国那个时候的2000年 靠的是李嘉多的一串三分球啊 对 当时是被 巴特打爆内线 对 但是最后一年 要一会 李嘉好这边的突破制造了犯规 中国队啊今天到目前为止呢 其实就是一直还在领先 但是分差确实一直不大啊 呃 后边的进攻开展 也没有一开始那么顺 嗯 就是11比6之后的那个暂停之后 我们看中国队就一共就得了10分球 对 呃不太了解 因为这个咱们也没有在现场 也不知道队里的情况啊 嗯 不知道吴贤这边身体状况怎么样 嗯 就如果身体状况没有问题的话呢 其实可以多打一会儿 第一次用 这个胡明轩换下吴贤 嗯 就就有点破坏比赛节奏 人家刚进一个三分球 嗯 三分球当时是两头一中 对 刚进一个三分球啪换下去了 还是在打挡拆大范围转 45度 这边余德豪防守到位的很快 是这就没机会了 对 防下一二次秒啊 这就是你积极一步 嗯 就能直接去化解对方的一次进攻 没错 余德豪不赢那一步的话 这个就可以直接是一空位三分机会了 对 余德豪一次出色的防守之后又下场了 是 换上吴贤 吴贤回来之后就是 因为这个比赛啊 现在和开场不一样 开场呢 我头脑都清楚 我知道啊 吴贤在 我给他创造机会 现在呢 经过多少次换人了 到第二节了 吴贤再上 这个是不是能够 哎 注意给吴贤这好球 宇文宇 漂亮 哎 这个抓板加二次进攻可以啊 哎 很强悍也很流畅 走 你看阿尔斯兰逼的不错 嗯 对方进攻时间逼的很少了 嗯 出来加 嗯 看来底角的三分球 哎呦 这也是 那胡锦球也防到位了 最后啊 阿尔斯兰看看给球 哎呦 阿尔斯兰这球给的 看球狂一对一 看来底球啊 要是 孙冰威的话 嗯 估计就往天上扔了 就腾下来了 因为这个快下的是胡锦球 里边胡锦球和周鹏打一个交叉 周鹏 这球没有战朴 哎 那下来之后呢 依然有篮板球 吕元宇再来 哎呦 可惜了 这球是夹到了篮块上 才算是给了征球 吕元宇啊 就是和今天咱们别的几个那些相比 蹲位上啊 还是比较有特别性的 就是是个办法 嗯 因为在CBA的比赛中呢 吕元宇是可以去低位打的 没错 吕元宇就是可惜啊 在高三公分啊 就就就机会就会多很多了啊 对 在高三公分 嗯 他就快2米1了 嗯 就 就 还是没有到韩德军那个那个框 是 是没到韩德军啊 但是李元宇能拉出去头三分啊 现在 嗯 里边胡锦球 胡锦球里边 李元宇在内线的要位没给 现在是小二把红金球踢下啊 对就是还是要明确就是如果你想利用李元宇的这个低位进攻的话 嗯 现在给他创造战术 创造机会 嗯 嗯 现在周鸿也下 噗 武田 接球就投 嗯 嗯 现在真的这个信心和原来不一样 嗯 而且这段时间踩完这个阵容啊 武田的确是一个非常主攻的点 对 别的进攻的这个 这个平时比较重用的点 周鸿啊 包括胡锦球都不在 可兰 嗯 今天可兰 这个位置不对啊 重新回到正确的位置上 高位呢 李小旭和吴钱的挡拆 给了可兰外线的出手 可惜了 可惜了 四单队呢 随着比赛的深入啊 防守上也没有给太多的披露啊 对 这球确实是 李小旭的犯规 嗯 身后有一个身体对抗 这就是我们说的 李小旭现在的这个护框啊 包括身体的这种爆发性啊 确实是 相比当初来说 下来有点多了 对 本身呢 岁月也在增长啊 然后前年体测的时候 受了一次重伤 直接跟肩断了 今天我们看几个重新中风 大寒啊 陶海林啊 都完全没用 嗯 陶海林今天是不是穿的便服 陶海林是 陶海林 穿的比赛服 但是没上过 折腾毛巾的 上过没有啊 没有 大寒是不是今天好像按计划是不上 有可能 因为看上去大寒穿的是一个变状 嗯 陶海林因为至少穿的还是比赛服 对 类型上来看呢 我觉得啊 这边芬兰队也是出现了一个受伤的情况 脚踝是不是 对 类型上呢 陶海林和李源宇啊 嗯 一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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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块绞合去 李源宇往出拉啊 李源宇往出拉 一个巨大的考验 嗯 因为这对方直接上了一个全场领防 到中圈附近上夹击 嗯 这就是今天阿尔斯兰上场的时候 我们一直在强调的一件事情 嗯 今年阿尔斯兰在国奥队打的其实挺棒的 对 但是来到这个级别的比赛里呢 他现在受到防守压力大的时候啊 今天还是已经犯了几次的错误了 嗯 阿尔斯兰已经是三个失误 对 有两个走步 还有刚才那一个全球传给对方那个球 对 好球走 哎呀 小二这球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 嗯 就是心里下着颠颠颠琢磨着我要不要蹦这一下 要不要再补一下啊 但是也也也能够理解 因为咱们平常就是都都打都打过球 那 那个位置啊在想直接拔起来补很困难 嗯 但那个位置呢如果是当年的小二可能就拔起来扣就可以了 嗯 嗯 嗯 我不经思嗯 可兰位置控制不错 嗯这个或五金斯脚底下有点碎其实啊 对 吹了可兰一个犯规 他的绝对速度其实并不快 可兰今天这个比赛到目前 进攻上没有能够得到太多机会 我们第一节是得了18分1 第二节打了6分钟 得了6分 进攻上确实问题比较明显 这还是咱们说的咱们开场 得11分很快对方叫停以后 后续的得分就显得挺艰难的了 破全场破的还不破 这个破全场看着是个练过的 三个人绕切 这边的余德豪再和大个挡拆 宏明轩 宏明轩 宏明轩往篮下 宏明轩给出来 芬兰队防守固执不错 再转一下 转慢了 余德豪啊 这回再转过来就慢了 对第一时间转过来 你等于前边的这一系列传球 都是为了这一下再做出点 对 然后呢余德豪多做那一下动作再转过来啊 可兰白克面前放好人就到位 没错 可兰的上来之后 基本上任务就是防守 今天真是进攻上 没得到太多机会 刚刚那个球就是我们说全球 我觉得花三反了 很多时候你每个球 只是为了带大一点的距离 然后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 把这个机量变为质变 然后变出一个空位机会了 嗯 破 反超了 对反超了 这个这个篮下的对抗啊 对抗能力还是比较强 因为李源宇这个块摆在这 22号的就是我们说的 对方经验最丰富的林的父母啊 上下犯规 这个今天的这个比赛裁判的哨 你比较严实 所以这个比赛的节奏 就是不太流畅 打的还是比赛相对比较碎现在 今天犯规数也够了 直接要把克兰白克马卡 送上罚球线 看一下克兰的罚球 第一罚民众 两罚球 嗯 今天通过队下来就真是罚球比平时好一些 嗯 嗯 多跑回来了 嗯 小前锋位置上的一直是他们俩在做轮换 嗯 所以今天看场边啊 可能里边也没有进几三分单啊 好球啊 好突破 进球从入错突进来然后换左手上 嗯 这球打进呢 芬兰队还是领先着一分 嗯 可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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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芬兰队这个帽 低位攻球这一下 今天已经是至少两失误了 对 两个一模一样的失误 就直接是给低位球给给飞了 这段时间都是无前来自直接持球推进的 又是要把李元宇送上发球线 但李元宇在高位接中球的时候 也是要注意球的保护的 因为这种位置失误 对方基本上就是一马兵串的快攻 对 第二阀不中 第一位第一下运球运脚上了 这个球中国队要争取防下来 这球是犯规吗 感觉两个人50% 50%机会 而且这是一个篮板球状态 对 咱们再来看一下 第一下没有吧 吹的是这个时候周鹏的犯规 只能是裁判认定的 芬兰队这边已经是把球全拿到 否则的话就没有理由吹这个犯规 对 其实周鹏的球是有点连带动作 对方是先一步双手拿住球的 也是两发一中 嗯 周鹏一球过半场 嗯 牛角位的双眼户 嗯 转的时候又是先犯规了 嗯 还是比较清楚 周鹏会走李源宇这一侧连鱼 往南下顺 其实看比赛的时候 咱们就可以看看 到某些球员的这个位置点上 就咱们原本设计的战术 能不能顺利的 然后非常完整的执行下去 也是这个球员的一个能力的显现 对 周鹏这个点上就是 今天啊 你就是到他那儿 战术能够继续往下打 嗯 龟是犯在李源宇身上 嗯 就往南下顺的时候 对方的无求犯规 好第一罚有了 嗯 因为今天刚才任俊飞的受伤啊 第二节李源宇得到了很多的机会啊 对 表现呢 也还行 毕竟他为打球呢 嗯 有特点 对 好两罚全中 毕竟熊啊 不是白叫 嗯 从广东队的时候就开始被叫成熊 嗯 嗯 掩护换人 托布金斯 好难 直接赢了防守的出走 是 这之前您空位还没投进呢 直接上这么难的难度啊 嗯 赛佩莱 这可能平时能见 但今天的感觉不好 没事 平时啊 这你做一百个也能进一个 这个比赛强度的在摆在这的时候啊 还是要去找一些更好的机会 我是觉得 对 看这红明圈 底线发给李源宇 进攻时间呢 还有12秒 嗯 红明圈 往底线给周鹏 好 其实 梦了一下 还是碰到了对方的身体出了边线 但是呢进攻时间又缩短了几秒 还剩8秒钟 周鹏的意思是说这个球是个脚气球伪力 所以应该回14 嗯 看 现在还是给了8 好球 这边一个边线球的战术给到吴钱 可惜 对 嗯 又是周鹏找到了吴钱啊 过场球 这球裁判是认定的李小旭 把球碰出了边线 但今天啊就是周鹏啊 总能找到吴钱 嗯 那些药位 嗯 这球啊原物做的不错 没有让对方这个挡拆能够拿到球啊 从来时间不多了 底角的三分球也是迎着防守下来 篮板球没拿回来 嗯 但24秒 没有粘到块 对 那这样呢 中国队是获得了最后17.8秒的进攻时间 杜芳指导请求了暂停 最后一攻的机会啊 看了一眼 咱们群里呢 现在是这个多少多少人啊 七十七十九万人 小八十万人 嗯 其实普遍反映的这个比赛可能观赏性不是很强 嗯 确实啊 一方面呢这个比分比较低 另外一方面呢裁判的哨声的是比较勤 是 但是呢就是要强调一个客观因素啊 就是说呃 呃 其实厂上很多的轮换 嗯 留在厂居然连最初的蓝队队员都不是 对 能力在这儿 还有一个呢 我觉得就是今天我不太理解的一个事儿 就是杜芳指导对于这个吴钱的使用啊 可能还是出于保护的目的 嗯 所以吴钱呢在场上的这个出场时间不是非常的连贯 就是吴钱和周鹏同时在的时候呢 这个进攻的主轴咱们还是能看出来 是 呃我是觉得可能跟这个未来几天蓝队的比赛比较多也有关系啊 嗯 因为从今天开始呢要连续作战 所以呢 吴钱作为一个现代球队核心的分手啊 还是今天面对芬兰队没有想过度的消耗他 好看一下上场比赛中国队的最后一攻 嗯 嗯 嗯 蠢鱼选把球运过半场 12秒钟其实可以再压一下 都不出来 还不着急攻 哎呦有进攻万规 其实可以再压一下时间呀 这种感觉是觉得机会出来了 所以就攻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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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真的不是机会 现在轮到芬兰队这边组织最后一攻了 时间同样也是比较的终于 7秒钟 是 周峰这个球在最后时刻 可能还是可以往外转 7.4秒 上不上比赛呢 看看国家队能不能保持住4分的领先 哦 最后一防要换上陆文博 上半场还没有上过的陆文博 最后一防要领命登场 是因为鱼的豪三饭了 就是让吴前休息 然后于陶豪三饭了 让陆文博和胡明轩来打这两个后卫 对 然后就上陆文博一个后卫 我们现在都没上啊 可兰白克马侃 周峰 封线几个能防的都在 对 都在 这次分蓝队是后场发球 嗯 哎 失误 直接给送了 哇 看那个弹道挺正啊 力量小了 好 那这样的上半场比赛结束 中国队是32比28 也是够刺的 这现代篮球比赛里 多么罕见的一个世界 哎 上半场一上来 嘿 克兰队外线开张了 来了 克兰队的第一季三名球 嗯 这个呢也给咱们咱俩提个醒啊 是 人家不是真投不进 就是 就上半场这个攒了那么多人品 这个描了 就算是人体描边大师啊 描了那么多边了 人体描边大师 你刚发明的 新发明的词 不是啊 这词这么 你作为全军出击玩家 你还不知道这个人体描边大师 什么意思 这上半场分蓝 这个可以算是蓝筐描边大师 然后这个 就全是蹭到人边过了 对 你看周鹏也进了 周鹏的上半场比赛 但是投了俩没劲 下面场瞄准劲都可以 对 就是 直接从鸡苗换了四倍镜 反规 下面场上来啊 双方一边一个三名球 希望这比赛啊 能够就此好看起来啊 这个球是谁传的 哦 这个犯规啊 还是有点危险 因为火星球啊 反应慢了 这个火星球呢 其实有一些细微的技术动作 就是 还是应该在 在规范 注意一些 规范 好吧 他人最后呢 这边分拦队是全场领防 嗯 坐好 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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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五度打开之后呢 比特豪这边控球时间有点长 交给胡金秋 往篮下转身顺的这个技术动作 还是比较流畅 人已经转过去了 但是球自己脱手了 刚这个顺过去之后 他已经可以在攻和给比较的无前之间 做一个选择了 如果老师不成为自己提前 开始做什么的事了 哎 没拿回来 无前的这个判断还是非常准确 没错 从下半场的用人来看呢 应该是把周鹏给推上了四号位 这也就意味着 任俊飞这场比赛估计是不会回来了 嗯 进行球少慢了 今天这个裁判啊 水平说实话也一般 慢哨很多 已经至少是三四个了啊 对 但是今天的这个蓝队 对于禁区的这个保护啊 确实是一直做的不好 这种慢哨儿 嗯 经常有一个原因啊 就是因为裁判在等这个球进不进 对啊 这刚那球呢 这裁判 裁判的一个内心的思想呢 恐怕就是说这球进了他就不吹了 然后没进之后再补一个哨儿 这个禁区保护不好啊 我觉得一个和主力没怎么打有关系 嗯 如果有一件连 就是 推而球其次 我内线如果有寒德军 嗯 至少说我身高 封盖的面积在这儿 嗯 转移 球传的小了一些 收棚看这球怎么样 小 转了 但是咱们球呢 哎 这球其实应该是芬兰队拉人了这个 嗯 这球又没吹 改判球全了 嗯 嗯 嗯 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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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玩糊涂事儿的 只要换球全呢 中国队里边是有14秒的进攻时间 目前利用胡锦丘的掩护 这边再和周鹏挡拆 没打成周鹏 嗯 形成单打了 打起来的中距离 好球 嗯 整体童篮感觉还是好一些了 嗯 童篮呢 很吃他自己手把上那个旋转 嗯 对 好防腫啊 嗯 童篮西方还是保持的不错 看来来自马上 对 哎 哎 其实你看场上啊 都都还是能防的球员 对 脚底下至少都是到位率比较高的球员 对 可兰加上周鹏这个风险组合呢 我觉得 所以可能在CB联赛中不能说最好啊 但是怎么着也是前三了 嗯 这么一个风险组合的防守的这个效果 好 上陶汉林 上本场没怎么上陶汉林 现在上来把胡锦丘推到4号位 嗯 就要打电防了是不是 哎 哎 哎 2加1 这个球呢 一个反跑或者说一个无球的掩护 马上能杀到你禁区里边 而且这球能传得过来 嗯 这个球说实在的应该是陶汉林那边啊 嗯 跟对方纠缠的有点死啊 对 因为胡锦丘他上来换联防之后呢 站到的其实是向底角方向移动了 对 嗯 包括这种球的时候 因为刚换联防啊 恐怕队友之间必须得相互提醒啊 嗯 下面场光让对方发点球 到篮下来就已经充了两个 五千 来一下就三分球 嗯 稍微短了一点 嗯 本来富兰队三分球也还没有 嗯 还行啊 这富兰队里边的三分球没有连上串 是 一脚哎 这是个很好的机会 五千 哎呦 可惜了 可惜了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五千 除了开场的那个战术之后 获得的最好的一个三分球机会 自己也觉得可惜啊 对 今天的五千呢 和之前的四国赛 手起刀落的一个状态相比 确实没有那么的兴奋 嗯 嗯 嗯 不中之后呢 是换上了红云轩 换下了五千 出跑 顺不出过 不错 有周蓬这个球顺得很快啊 嗯 动作非常的 协调相很好 而且最后的这个小拉帆 上完也还是把握的不错 周蓬下面场第三 第三截已经是七分球了 嗯 那篮下给 要有补防 对于于鱼桃啊 差一点 踩线了 嗯 就鱼桃这球员的防守态度 确实是没话说啊 嗯 这个包括呢 很多的朋友啊 咱群里一百一二三万人了 这么多 问说易建联啊 嗯 顾艾伦去哪了 嗯 顾艾伦和顾艾伦呢 是在美国进行封闭训练 嗯 再说个人特训 嗯 又一个 又一个啊 嗯 哎 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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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轮车最近还是一个有终结能力的内线 嗯 好像终结的时候 火还是有比较 对 这塞帕来越多有重心了 这轮 好球 哎 这球啊 角度稍微有点偏往下走 嗯 可能周鸿也想让混进球更接近篮框的去执行这个进攻啊 对 嗯 周鸿还是说我的我的啊 啊 吴钱又回来了 嗯 歇了没多久啊 嗯 嗯 这其实是个传球 对 这其实如果是个传球的话想法是很好 嗯 对 嗯 最后是选择了传球 嗯 那先反规 嗯 嗯 这个包括吴钱的这个结合球能力 现在其实也还是越来越突出了啊 对 这样有算追的情况之下 球还是能够完全的控制住 周鸿下场休息 周鸿呢 在这节比赛里确实是 嗯 得分的尖兵啊 这一节九分球有七分是周鸿的 嗯 吴鸿在中距离 篮板球 嗯 场上有陶瀚联一有胡云丘呢 这个篮板球应该是有优势 更有竞争力一些 对 找地位也没等了 胡云丘这边不能运球啊 哎呀 突然失误 胡云丘能不能追 哎呦可惜了 41比42 分蓝队这快攻打进之后呢 反超了一分 这就是还是中场休息的时候说的这个话 嗯 就是昨天咱们看红队呢 他的球员轮换是比较固定的 嗯 那今天呢这个蓝队这边我觉得还是以这个锻炼新锻炼为主 哎锻炼为主 然后这个让球员之间互相熟悉为主 是所以就是第三节的某些换人吧 反正我也是觉得就是有点把这时间切的有点碎 队员呢 队员呢在场上没有太好的这种状态的连贯性 对 因为红队呢现在是一个最完整的状况了 基本上 除了像小川在仰伤以外 其实基本上人都齐了 对啊 然后张继伟是受伤了 然后等于因为周琦和地雁宇航这两个主心股是回归了一个状况 嗯 然后蓝队呢 其实与之相对的就是阿联和郭爱伦现在还是在没有在队中 然后包括我们说今天这个比赛啊 韩德军啊 里根啊也都是没有打算去打这个比赛 对啊 然后打到一半啊 任居非还受伤了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出这个进攻啊 这个流畅性和完整度呢 确实是和百分之百的状况相差比较多的 对啊 然后所以今天我们用的很多的人员啊 包括陶寒林